卓西湘第一届的篮球锦标赛事由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来主办 理事长表示卓西湘公所希望未来可以把这个赛事当作是指标性的赛事 每年要举办排球、篮球、累球等各种的赛事 除了推广地方的运动风气也要借由赛事让更多人进到卓西湘来认识卓西 卓西湘第一届的马下篮球锦标赛由花莲县多元运动推广协会主办 第一届就吸引许多外线市的球队来参加 社会男女组总共有15支队伍来参与 这次活动是由公所全力支持 这次来的队伍有15队 有来自台东、海端、花莲市、左西湘、玉里镇 都是来自各界的高手 理事长表示 卓西湘公所希望未来将马下杯系列赛事当成指标性的赛事 每年来办理排球、累球、篮球等各项赛事 除了推广地方运动风气之外 更借由赛事让更多人进到卓西湘认识卓西 另外理事长表示 卓西湘各部落几乎都有派出队伍来参加 可见乡内的篮球风性成型 已经举办多次篮球赛事的多元运动推广协会表示 办理比赛虽然很辛苦 但是可以看到乡内的年轻人 青壮年因为赛事凝聚起来就很开心 也达到了协会推广运动的宗旨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